這麼大的壁虎 你看過嗎? 其實我們說的壁虎就是手工喔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世界上最大的手工 巨人手工 手工還養嗎? 可以吃家裡的蟑螂嗎? 養牠需要注意什麼呢? 如果沒看這集 勸你不要養 這集的勸你不要養 我們邀請到的是我的好朋友 養了非常多巨人手工的青蛙爸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青蛙爸爸 這是巨人手工 這種手工呢 它是分佈在澳洲東邊的 青克里多尼亞群島 對 它們在島上稱為惡武 因為它們都晚上出來 然後又很大隻 甚至會發出一些叫聲 通常我只要提起來 它會分兩種 一種是威和 一種是雜交的聲音 你把它提比較高 然後沒有聲音 威和大概是怎麼樣? 你可以學一下的聲音 它會噴氣 然後會 就像我們聽到的手工 可是聲音可能會更大一點點這樣 對 比較大聲一點 早期我們在養的時候都會說 巨人手工分主導跟支導 在主導的這些個體會比較大 對不對? 大概是有多大 通常比較大一點的 大概可以到500克以上 長度呢? 像這一隻 我們剛剛量大概就是 37公分 超過手臂的長度 每一隻的花色跟顏色色型 都不太一樣對不對? 像這隻就是算支導的 對 它這個是 Beyonis 所以它顏色上就是比較粉粉的 紅紅的 小特色 這是因為它在島嶼上的不同 還是是因為繁殖者 它選獄的關係? 而島嶼本來它這個島 就是長像這樣 但是如果選獄 通常會把它選得更紅 紅一點 對 大家常常講的 豹文手工啊 或者是其他的 其實它們體色是會慢慢改變 巨人其實也會對不對? 會 它改變的顏色更快 它就是噴完水之後 或者是你在一個潮濕的環境 或是黑暗的環境 它都會變色 欸這很療癒欸 你幫手工噴水 感覺很療癒 等一下我跟你講 它們等一下會大量的拉屎 噴水 對巨人手工來說 就像是下雨 讓它們有回到雨林的感覺 也有助於它們排便 看起來模擬得非常好啊 35 喔啊 拉屎 拉屎 你有聞到嗎? 很痛 喔又噴了 又來了 它沿路沾了 勸你不要養大便偏 等一下 我們一起抓 對對對 一起抓 因為巨人手工 它其實有連那爪子的 因為它爪子比較尖 你拿完之後手會開始有點過敏 會開始癢 狗狗不是也會有一些 人家稱為過敏員嗎 就是皮屑 有些人對這種動物 就是比較容易 比較敏感 如果對手工過敏的話 青蛙爸爸建議 可以帶手套上手 加上巨人手工 有些個體會比較有攻擊性 所以想跟牠們有更多互動 也可以帶著工作型手套 操作上會更方便 你有被牠咬過嗎? 有啊 我兒子也被咬過啊 就咬到那個血會滴下來的 但是 通常會流血是因為 你嚇到你去扯的 因為其實咬到牠就是一堆小小的 尺痕這樣子 小洞洞 都沒有什麼感覺 我等一下讓你咬一下看看 嗯 算了 其實在從外觀型態 就可以分辨出來巨人手工的公母 欸 提他叫了 對這次 噢是他叫了 對對對他在叫 分辨出來巨人手工的 你可以不記得 對對對 像刮玻璃的聲音 因為這個就是牠在撒嬌 哦 然後現在出來還會比較緊張一點 你現在有酸過你現在養了幾隻嗎? 沒有欸 巨人應該有快100吧 200 加自己生了寶寶嘛 okok 對那其實從外觀就可以分辨牠的公母 對不對 可以 通常牠半徑這邊會 鼓兩顆嘛 這隻就是公的 再看誰是公的呢 左邊是公的 右邊沒有明顯兩顆鼓鼓的 就是母的哦 亞成體或者是 對 成體這樣比較明顯 比較可以看得到 小隻我們需要去看牠的鼓孔啦 鼓孔位於胯下 仔細看這邊會有很多一顆一顆的哦 中間黑的像是氣孔 這就是鼓孔 只有公的才有哦 很多人都覺得手工就是壁虎的這一群 尾巴斷掉是可以再生的 可是再生的尾巴會跟原本的像嗎 交界處會比較白白 哦 這隻就蠻明顯的 這隻牠的那個花紋是有延續的 然後這隻就是再生尾 因為牠那時候跟另外一隻母的配 母的因為比較兇 然後咬牠牠就斷尾 其實某部分來說 手工在交配的時候其實蠻暴力的 蠻激烈的 那放在一起多久大概會開始配然後生 看你有沒有聽到牠在配對的聲音 就是求偶的聲音 對 因為公的有的時候 牠可能會發出嘎嘎嘎的聲音 那如果母的不願意牠會跑 所以你在晚上你其實會聽到撞籠子 或奔跑的聲音 就代表說母的是非常不願意的 那這時候其實要把公母再分開 建議是分開 這格子的蛋 對格子的 格子的意思就是 因為幫我們吃的雞蛋的蛋殼 是硬殼的嘛 爬丑的蛋殼是有點像這樣 軟軟的 像那個皮革一樣 尤其泡到水會非常軟 一胎大概是兩隻對不對 一次就兩顆 一次兩顆 如果我們用比較低溫去敷 那你敷出來的是抹的 很多爬丑的蛋 會因為孵化的溫度而決定性別 所以有些傳植者 他們有時候會希望下一胎 抹的比較多或公的比較多 去決定它的溫度 有的人可能用22、21度在孵化 這麼低去孵喔 對 最近是不是有孵化小的巨人手工 有 好小喔 為什麼巨人手工 這麼讓人家喜歡 就是因為牠的頭很大 身體很大 然後尾巴小小的 好可愛喔 媽媽我想問一下 從這麼小 長到一般的 她的媽媽的尺寸的話 大概時間要多久 自然界可能需要四年 我們人工照顧下 大概兩年半到三年半 那壽命呢 他們壽命可以多久 可以到50歲 哇 真的是壽命長 那怎麼樣去選擇一隻 健康的巨人手工 外觀來講 牠眼睛一定要明亮 不能凹陷 嗯 然後還有就是看到有 肋骨 腿部這邊會細到 變成是非常細的肌肉 然後底下皮是很鬆 牠會垂下來 那就也不太能挑選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觀察是 小隻的如果你看到牠的脊椎是 非常隆起 那那個就代表也是脫水蠻嚴重的 再來就是下顎或上顎 是沒有完整閉合 就有點像那個厚道這樣 嗯 對類似這樣 厚道星球的 哈哈哈 那你都為牠吃什麼 果泥其實 我覺得相對安全 雖然好照顧 營養養分也很足 嗯 那你可以去選擇 動物性蛋白質比較高的 我看看你在處理果泥的時候 然後其實你是夾很多東西的 我們今天剛好有加鈣粉 哦 但是鈣粉我並不會每一次都去添加 一週一次可以 還有就是小寶寶要注意 鈣鍋量比較容易蓋中毒 哦那除了鈣粉以外還有 我有的時候會加一些堅果 芝麻 但是不能去打到下肥豆 一開始大概就是買蟲粉 然後加果泥粉 就已經很足夠了 通常一隻小隻的大概都可以吃到 我指的是小隻的那個 一般像這種 對 這隻媽媽 她大概就一次吃40克左右 多久餵一次 兩天餵一次差不多 一般餵她的容器呢 大概要多大 小時候你當然可以用這種 比較小的去飼養 比較通風 透明好看 容易去辨識到她現在的情況 那開始養成啞成或成體之後呢 至少立面要45公分 高可以選擇高一點 60或是90 90公分 嗯 但我還是要不免俗的 問一個比較熟氣的問題 她的寶寶一直落價 大概會落在哪一個區間 入本大概是在1萬塊的開始 有一些有名的繁殖者 她可能就會到150萬200萬 她的Range是真的很大 等一下 150萬200萬 那我一定先養1萬塊就好 欸1萬塊也是很貴欸 她要陪伴的時間很長 其實有時候買當下的金額 可能是你當下覺得她貴或便宜 但是照顧她才是真正的責任嘛 那除了養這個手工的本體以外 那大概一個月的花費 比如說器材啊飼料的花費 大概會落在哪裡 以這種體型 大概一個月也要吃個200塊吧 照顧她們最貴的 我覺得應該是冷氣 哦 因為她需要居住在比較涼爽的地方 千萬寶寶建議飼養巨人手工 理想的溫度落在20到26度 如果超過26度 一定要環境通風 開窗並且加上循環扇 過高或過低的溫度 都會影響到巨人手工的健康喔 那容器呢 玻璃的可能介於在 5千塊1萬塊 看大小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 壓顆粒比較便宜 可是也比較輕 門比較容易鑽出來 那有時候它可能會卡住 底材的話你會用什麼 像我覺得最簡單就是用餐巾紙 對 然後也是會鋪樹皮屑 釘釘種種加起來 可能我覺得1-2千塊內 也是可以 解決啦 一個月的平均嘛 差不多啦 好那我把我們來統整一下 養巨人手工的優點跟缺點 我先來講優點 好 我覺得它第一個超級可愛的 然後摸起來一種絨布的感覺 而且長到大小的又可以拿在手上 優點 你剛剛不是都講完了嗎 哈哈哈哈哈 沒有啦我可以講啦 等一下我再喝一杯 它不需要有蟲子給它吃 什麼蟑螂 哦 覺得有點恐怖 對 你不用餵活餓 而且它很不會吵 我覺得 對 很安靜 然後再來就是也沒有什麼皮屑啊 它也沒有什麼臭味啦 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屎比較有味道 是你把它清掉其實沒什麼味道 本身沒有味道 它們的壽命相對長 它們可以花蠻多時間在陪伴你的 對 而且我覺得居然蟲蟲相對也比較不容易生病 算是只有小寶寶 然後在非常高濕高黴菌的情況下 才有機會生病 那你有遇過有什麼常見的疾病嗎 在居然蟲蟲上 第一個是說 是不是因為環境不解 然後或者是餵食活兒造成的寄生蟲 哦 因為我聽過有些人餵食蟑螂 或者是蟋蟀的時候會生病對不對 對比較容易 因為大家都以為蟋蟀蟲買回來 一杯一杯就直接餵了嘛 實際上你並不知道它在之前的情況 或是說它可能蟋蟲是不是有 有些不乾淨一點 有點太髒 然後感染 氧氣深重感染 那我來聽聽看 缺點 缺點就是會越來越多 家裡會一直生越來越多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只有你太太最知道 他們體型長大比較大的時候 需要的空間也比較大 跟你講那種小手工形成不一樣 不是每個人的吃飯旁邊都可以堆一排 對 對嘛 如果他養到大可能會造成家人嚇到嘛 就是他可能會突然爬在牆壁上 就是一個壁虎 然後超巨大的 而且如果你家有阿嬤 阿嬤會說 喔 這聖堂怎麼這麼拔架 哈哈哈哈 就這個也是一個需要跟家人溝通的啦 對 如果你真的怕那個爪子溝到的話 像你的我的手就會開始過敏了 這個也是要 小朋友可能就是要穿個長袖 或者我們說外套 然後他還是有攻擊性 就是說他在 就是發情的時候 確實小朋友是真的會被咬到流血 我覺得缺點在每一個人 自己的狀態都不太一樣 這一集最重要是 如果大家真的對巨人手工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問一下哇爸 或者是可以私訊給我們 然後我們可以分享更多 跟巨人手工有關的知識 如果大家對於手工有興趣 或是對巨人手工有興趣 或是想要認識這個狂人的話呢 歡迎去找他的YouTube頻道 好不好 青蛙爸爸 青蛙爸爸 然後他就是一個 他會非常樂於跟你分享所有的大小事 但是你要仔細聽他講 兩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對 只要你有這個時間的話 歡迎大家去求教他好不好 別當蠶屎官由我來承擔 如果大家呢 沒有準備來養巨人手工 或是你家的空間不夠 或是你阿嬤很怕 家裡有大隻的聖堂的話呢 那就勸你不要養 勸你不要養 哈哈哈哈 那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娃爸 然後呢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呢 就歡迎大家按讚 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家裡其實有從 以示對孩子來說 是一個照顧責任的一種培養對不對 我覺得會 而且其實我必須講巨人手工 真的是娃爸養過所有動物裡面 最好照顧的人 你以前是從青蛙一路這樣過來 對青蛙真的是我的媽啊 我的老天 家人的支持其實也是 我們在養這些動物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資助啦 我覺得一個動力啊 對對對對對 動物很可愛啊 但是我覺得養動物前 還是要謹慎評估 家裡的環境 然後家裡面的人 是不是能夠接受 因為我覺得家人的意見 還是很重要的 然後不要拿 隨便拿動物去 嚇別人 真的